善良的心免疫力的神奇秘密 善良的心态被认为是一种免疫力的保障 善良的心对身体内部产生积极的影响 在生理和心理层面上 善良的态度可以触发一系列的正面生化反应 影响身体内部的变化 甚至在微观层面产生一些显著的物质 首先善良的心态有助于降低身体内的压力水平 压力是免疫系统的天敌 高压力状态会导致体内释放应激激素 如皮质醇从而影响免疫细胞的功能 相反善良和正面的情绪能够减轻压力 促使身体释放更多的抗压激素 如内肺态这有助于维持身体的免疫平衡 此外研究表明 积极的情绪和善良的心态可以刺激身体产生一些有益的生化物质 如内原性荷尔蒙和神经地质 例如多巴胺 内肺态和而茶分胺等物质会在善良的情绪状态下增加 这些物质有助于提升心情 缓解疼痛 同时对免疫系统也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在免疫系统层面 善良的心态可以提高免疫细胞的活性 研究发现积极的情绪能够增加NK细胞自然杀伤细胞的活性 加强对抗病毒和异常细胞的能力 此外 善良的态度还可以促使身体产生更多的抗体 增强免疫系统的记忆和应对能力 根据古人的养生观念和修身养性的哲理 平静的乐观心态被认为是维持身体健康的重要因素 古代医学认为 情质与五脏六腑的功能紧密相连 而平静乐观的心态可以使五脏六腑的气血畅通 在中医理论中 情质不调往往被认为是导致疾病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善良的心态可以调和契机 有助于五脏六腑的正常运作 一位多年从事细胞生物研究的专家表示 人在大脑中产生的善念的微观物质是正的能量 具有光明、温暖、无私的特性 根据《皇帝内经》的记载 若一个人的体内正气充沛 则瘟疫病毒无法入侵 正气善念所带来的超强免疫力可以抵御病毒 相反的 恶念产生的微观物质是负的能量 具有黑暗、阴冷、自私的特性 病毒是阴性生物 颗粒大小是人体细胞的千分之一 一旦病毒进入人体 它利用宿主细胞的物质按照自己的模板不断复制 产生大量新病毒 最终导致细胞损伤、裂解和死亡 示意图 瘟疫病毒选择性感染特定人群的细胞 左图 心怀甲、痾、痘、自私 恶念者的细胞容易被瘟疫病毒侵蚀 右图 真诚、善良、宽容 心怀善念者的细胞对瘟疫病毒具有超强免疫力 俗话说 善良心地胜药草 善心和健康的身心 吃上等药草 良好的精神和善良心地会带来健康的身体 自己才是最好的医生 古人一强调药补不如食补 食补不如神补 凸显了食补和精神修养的综合重要性 食物中的营养成分可更有效地滋补身体 为免疫系统提供必要的营养支持 如何增强免疫力 将古人的养生智慧注重培养心灵和精神层面的修养 通过冥想、静坐、养神等各种安神的方法 以保持内心的宁静和平衡 可以获得更深层次的提升免疫系统和养生的效果 乐观的心态有助于良好的气血运行 如何增强免疫力 学习古人的养生秘诀 我们都不能忽视了上天赋予给人类的增强免疫力 和疗愈身心的天然力量 以及各种病症预防的潜在性 欢迎查看本频道中的播放列表栏目 Playlists 或者点开以下文字区的链接 了解更多提升免疫系统食疗和精神层面上的保养 将中华文化养生之道融入现实生活中 活出健康、活出自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